这边来看一下ZETA对队GH的第二局上半场底牌挽留的蜘蛛可以啊 高队界有一手熟练度很高的蜘蛛的 但是这套阵容打蜘蛛不好说啊 这个真的不好说啊 这个阵容打起来可凶了 但这张地图呢 由于地图的一个大小 就是密码机这边的一个分布并不是特别紧密的 所以说穷者加上跑机啊什么的 高队界可能会相对来讲会有更多的时间 他如果说能够比如说前期存一波斯打一刀 然后闪现一刀能带走 他也稳稳的摁不住啊 那你这边击倒了 穷者势必掏了这个阵容 他们估计就会来打 还得看待会打架的一个发挥啊 卡兹内科这边掏出了他的绝活勘探员 上来抓勘探 也可以 这个勘探上来的一个强度不高的 就一块磁铁嘛 但是我觉得高队界不能急啊 他要存够足够多的一个蛛丝 不能太急 因为我记得依稀记得他当年有一把蜘蛛 好像是他 就很着急的前期交流波蛛丝啥都没打到 然后全程就被压制住了 追勘探 这边反绕 勘探完全不上当 这波反绕反而是让勘探去拉开了一个更远的距离 好这边的话就有点着急 想要交这波蛛丝 但是这波蛛丝从结果上来看效果就是不太好 再连蛛丝 磁铁一波吸 好了完了 这个蜘蛛已经很难打了 除非闪现震慑什么的 因为他的蛛丝并没有帮他能够起到这一刀 而你这刀打不了 你后劲又不足 卡特内科的这个牵制 倒也不说牵制吧 他的这个拉点 他的这个也不叫拉点 他这个就是走的一个路线的选择 太优秀了 然后那波反绕防盗了 基本就前期已经占据了一个很大的优势 好就看这波了 这波三连蛛丝 提前一块磁铁先丢 断你蛛丝三连 哎呀 可以看到 刚才见以这边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 一刀闪现还被飞轮躲掉 这把卡子内科个人秀啊 真的是个人秀啊 再过来换抓骨头伤 卡子内科遛了100秒 拍拍屁股人走了 拜拜了少年 下次看清楚ID在抓人 哇 哎一刀抽中 卡子内科 你抓不了 两连蛛丝能打到一刀吗 因为这边的话他如果要骗个棍什么的 哎 就倒霉说 投铁过板 反手这么一刀啊 打下来了 打下来密码机是够了 这个密码机是铁定够的 因为要么这样子写个剧本 一口蛛丝外加一个震慑翻盘 好吧 翻盘的点不多 就这一个 哎踹板子 踹板子优兵直接救啊 其实这边踹板子 我觉得优兵直接捞会更好一点 因为下一波救人就压击救人了 呃 这里 一口蛛丝土壮 有没有有没有 整整了个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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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不上就 没有 整不上 这古董商开门战还挺强的 这古董商开门战棍子还挺多 看 先 我觉得他现在要做的是 先看情况 怎么去稳留一个 然后再说 人的话 挂 挂这个海滩边 有没有风险啊 没有风险的话 其实挂海滩边会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挂海滩边 他这边可以守住一边的门 他可以守住一边的门 这边的话祭司过来给辅助斗 球者这边似乎是想要去打一个 四跑吗 这边祭司过来 勘探员并没有过来 我觉得勘探员如果要打四跑的话 勘探员可能也得过来 要 要确保这边的 古董商能够有一定的身位拉开啊 吐一口 慢慢打 慢慢吐吧 其实他刚才吐了两口祭司的话呢 他直接反手一刀打这个古董商也行 因为祭司 哎呦 直接十秒止歌 那可以亮啊 十秒钟你打不了人 就刚才这边他已经两口吐中这个祭司 我真觉得他可以去考虑那个 哎呦 大洞 金身 洞先打掉 这边的话还真的是准备四跑 祭司救人 然后那边贴门 直接 但高的剑 这一手的金身顶出来 还是拦住了 还是拦住了 卡子尼扣甚至都穿动过来准备来帮忙 走了 打你 但没办法 这个 甚至这一刀 这一刀还被看太元好像交了个飞轮给挡了 不是 是不是啊 哎呦 这个看大员 下一次遇到的话就不要抓了